清朝康熙皇帝在紫禁城内设立了玻璃工坊制作御用玻璃器 在乾隆时代达到巅峰 极尽荣华 日前在日本东京展出的清朝玻璃器藏品 展现清朝时的御用玻璃器之美 考古中发现中国最小的玻璃是在西州时期 介于理用机器与装饰品 康熙皇帝于1696年创立玻璃工坊 凭借西方技术与东方智慧 创作出大量色彩丰富 制作精良的玻璃器 雍正时期得以继承 至最顶盛的乾隆时期更是图案繁荣 颜色丰富 有别于西方的热贴技术 多采用以一种玻璃围胎 外套其他颜色玻璃为图案的技法 造型优美 线条曲折流畅 华丽美观 图案融入了吉祥如意的美好意愿 色度更加均匀 纯正 斜净 另外 本次还有约50个玻璃胎鼻烟壶处展 华美的彩绘 别具匠心的设计 除了反映出清朝鼻烟壶的流行 更表露了身份与品位